探索宇宙人生正常 見證世間恩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 由罪賢堂 送幸福住 大三百三十集 邪法壓身 孩童常夢遊 貪愛為物 天眼道恩遊 尊敬的罪賢堂恩果實收蒸佛九群的師兄朋友們 尊敬的港大聽眾朋友們 大家常悟好 現在是北京時間10點14分 2016年5月8日 這一日的日子是母親節 老宋講故事之前 首先祝大家 指的是已經為人母 或者即將做母親的女同胞們 節日快樂 好了 閒話小講 直入正題 我們開始今天的故事分享 講到母親節 我想到了一位母親 昨天他匆匆忙忙地來找我 發生了什麼事呢 聽老宋和大家慢慢道來 發了一張照片過來 一看 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小男生 出生於2008年 雖然不大 但是最近發生的情況 非常之異常 什麼情況呢 原來是這個小孩 每日晚上開始了夢遊 而且喜歡在窗口旁邊 最近的氣息 變得非常蒼白 面上有時黃有時清 給人的感覺 就不是一個小孩的面色 當然 他們也沒有找到是什麼原因 也找了醫生 最近也在吃中藥 我就感覺 此事非同小可 絕對不是普通的病症 是附體 一萬菩薩 菩薩就說 附體不能夠查 我就沒有繼續往前仔細問 究竟是這件事 不是附體引起的 還是根本附體不能夠查呢 於是 又問了兩項 一項是邪法 第二項 是童子命 因為這兩項 對於這個小孩的影響 一般都是比較大的 童子命很多都會令到小孩 多災多難 當然 成人也都一樣 究竟是否同子命 我們需要探查才知道 既然這兩項可以查 我們不妨試一試 於是 我就在管理員群 發了一個消息 誰想救這個小孩一命 大家就紛紛出來問 怎樣救 宋師兄 你出聲 其實我的意思是 天眼見證人要出馬 你們不出馬 我們能夠知道這件事是什麼嗎 其實 我隱隱約約的知道 這個是邪法 是要命的 經常走到窗口邊 如果有一天爬上窗口 後果就不可撤上了 這個時候 張師兄的大公子 自告奮勇地說 叔叔我來 我說好 我們馬上見證 天眼開啟 迅速入正題 發現這個小孩 果然是童子命 但是這件事 又不是因為童子命導致的 其中必有QK 迅速做法 念動真言 將身上那些邪法的東西 才找他出來 客氣漫漫 入面的東西慢慢湧現 還算好 不是古 是什麼呢 是兩條蟲 一條蟲是夜遊蟲 或者叫做夢遊蟲 一條蟲叫做眼昏蟲 有意思 這個就和看電視一樣 這兩條蟲不知道是哪日 哪月哪年 哪個時間 就上了這個小孩的身 本來這兩條蟲 不是屬於邪法 是另外一種產物 但是其中的因緣之複雜 跟大家說出來 大家也不容易相信 所以魯宋就忍去不說 因為涉及到很多 令到大家以現在的思維根本沒辦法理解 比如說時空的穿越 科學和佛法的融合 它是一個大的體系 當魯宋第一次看到這種事的時候 也是搞不清狀況 難以體悟和理解 對於聽告示的大家 如果我將整個過程和大家分享出來 不僅是搞不清狀況 可能還有很多人誹謗 就引去本段不說 就告訴大家 這個眼昏蟲和夢遊蟲 在身上 並不是這個邪法師直接放上去的 它的影響 也沒有令人直接去跳樓 或者夢遊那麼厲害 它只不過是一個失敗的 練製的一個產品 事有巧合 有一天這個小孩 發現有一個小物件 他很喜歡 於是就撿了起來 沒想到這個小物件 才是人家的邪符 被這個小孩撿到了 這個法師就發現 這個小孩身上 剛好有兩條這樣的蟲 於是乎就加以利用 令到這個蟲 更加邪惡 這兩條蟲 不是普通的蟲仔 雖然經過一些人的製作 和煉製 他失敗了 只是不受控制 後來 又被這個邪法師控制了 就是這樣 他不是我們在鼻子擠出來的那種眼昏蟲 那種是天養之別 非常難對付 既然是邪法 我們當然要找到源頭 經過一系列的程序 請到了司法的人 暫且稱之為邪法法師 因為他是害人 請到之後 我們就進行了簡單的溝通 比如說 你為何要加害這個小孩 無緣無故 你為何要施放這些毒咒 這個邪法師就說 怎能說是無緣無故的呢 他撿到這件事 必然有其前因 於是我就採查了一下前世的因果 果然如此 在前生 這個小孩也撿了一件事 是這個法師深愛之物 自愛之物 其中的因果暫且不表 大家都能知道 當自己最貴重 最深愛的物品 雕塞的時候 被人家拿走的時候 你心情怎樣 肯定不是那麼好 對不對 你恨不得 將那個小偷 造責一番 錢生撿人一物 這裡暫且稱之為撿 金生就要受此一步刑 經過溝通才發現 這個也是一位政法法師 封了很多人 只是在這件事上 他實在是生氣不過 因為這個法師 也能夠了解他的前生 於是 就有了這個控制 報仇 這個故事 談到熟了 也習慣了 這個法師也放鬆了警惕 慈悲心也增長了 就告訴我們 如果你們再探查遲一些 這個小孩就可能上了窗台 可能就會幻覺出一個美妙的世界 從窗口上飛下去 大家想一下 可不可怕 萬事萬物雞有恩果 不可貪心 取人一物 錢生撿人至愛 金生這個小孩可能還沒那麼貪心 只是覺得路邊一個物件 看起來好玩 他就拿了起來 大家看一下 有了錢生的恩 金生你剛好就撿到 別人或者看到 他也不去撿 或者根本就看不到 你看這個恩果輪迴 多奇妙 因為溝通得還算順暢 這個法師願意主動解法 但是解法歸解法 說這個小孩被解法之後 還會康復 但是他沒辦法 將兩條蟲毀滅了 這個蟲很奇怪 他沒有靈色 即是他沒有靈魂 就是一些人類 或者法師創造出來 或者害人的 這樣的物件 就好像我們理解的 機器人這一類 我們就開始了一系列的解法 解法的過程當中 真是驚心動牌 因為如果沒辦法消滅這種物件 當他排出小孩的體外之後 他們並不會消亡 而且會隨機性地進入其他人的身體上 繼續去做惡 具體怎樣做 這個小孩的母親最清楚 因為很多東西是不方便透露給大家的 等邪法完全解完之後 老宋都累到攤 在這裏 字都不想打 管理員在這裏問 是什麽情況 我說張師兄你來分享一下 於是在管理員內部做了一個簡單的分享 這個蟲最後是在三味真火當中繁化的 大家可能想像不到其堅硬的程度 睡了好多分鐘 最後還補了10分鐘 火非常之大 總之故事好離奇 但是老宋 還不能夠完全給大家透露故事的細節 其實講這個故事 無非是想告訴大家 路上的事不要隨便撿 野花不能採 野果不要炸 如果遇到值錢的事 亦都要跟他說拜拜 不要去貪 你撿來的可能就是災 於是多去捨 莫要貪心得 不是自家中的果 何必貪心去獲得 地上跌了錢 我們假裝沒看到就可以了 如果你伸手 可能就中邪 雖然不可能每個物件上都有邪法 有邪法的還是少數 但是萬一呢 萬一對好 就被你碰上 對好碰上 你就中招了 我在故事裏面已經講了好幾例 這個應該是第3例 還是第4例 還有兩個是發生了比較嚴重的事 其中一位 是還沒發生不好的事 是聽魯宋講故事之後 拿著把撿到的物品 拿來查 查詢的結果令人擔憂 幸好夾時 這個夾時 是不是也是人家的福報 人家相信 相信魯宋講的故事是真實的 如果根本不相信 可能時間久了 問題就出來了 靈性的障礙 是慢慢來的 他不像人和人之間 你要打架 可能上去 一個巴掌 只是打到你痛 而令星他們是非常有耐心的 襲局總手段 令你難受 搞到你家破人亡 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惡果都跟貪心有關 貪親癡萬疑 貪自居首 無論你貪財 還是貪色 還是貪食 只要你沾一個貪字 你就要注意 就要小心 你的障礙就要來了 一念貪三起 百萬張門開 有很多東西你學會了寫 發現越來越多了 得到的快樂和物質 都是越來越多 當你每天都想得得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快樂就越來越少了 你的攀比心越來越強了 人生真正的快樂和愉悅 在於幫助他人 在於社 在於對社會的貢獻 大家想想是不是 不是呀 昨天在解邪符的時候 我們跟其中一位當事人聊過 當然這是一個靈性 靈魂 前前後後我跟他打了很多比方 舉了很多場景 他都非常認可 他的靈魂願意做一個對人類有貢獻的人 我很開心 魯宋也願意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當我老了 回想起自己的一生 希望魯宋能夠有這樣一聲減慨 值啦 令到更多人明白了恩果 令到更多人回歸了正道 令到更多人知道孝親專師 令到更多人明白了恩果輪迴 社會更安定啦 家庭更幸福啦 子女更孝順啦 這個是魯宋想看到的 更想看到的是大家都開悟啦 現在北京時間10點45分 魯宋講故事就到此結束啦 大家聽下去也會很累的 真的非常感恩感謝大家 如果魯宋講故事對你有一點點的解法 亦都麻煩你多多轉法 法部詩 功德無良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途符 若有堅民者 色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願意此講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給諸位善知識 回向給所有聽小故事 轉法小故事 除起小故事的 師兄朋友 以及一切眾生 祝願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開心 早日 精誤成佛 人人回歸 極樂佛國 阿彌陀佛 請用詞